大家好,我是三秒,这个鞋肥菊桃桃上岗 之前Yansi刘他一直跟我留言,抱歉这个留言 可能我一直想做节目,但是总是把他给忘掉,抱歉抱歉 那么这个节目是讲到关于文献资料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查找这个文献资料 那么当然了,我自己不是学文献学的 只不过我过去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讲到过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您不介意,我就把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讲的这点东西就给您讲出来 当然了,这个受众可能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初中毕业生都能听懂的东西 这个您见效 那么首先,为什么要查找文献资料 因为文献资料是作为一个证据 文献资料作为一个证据去验证一个理论 那么这样的证据,你不能说过去有这样的文献资料就一定是什么 文献资料是需要甄别的,它跟别的证据还不太一样 它是需要仔细甄别的 你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是正经的史书里面的这种文献资料 它的可信度 我们来对于文献资料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概念 叫可信度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史书,后世的人写的历史书一般不能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因为历史书造假之处特别多 最典型的,中国历史书,这个二十四史里面 你看哪个开国皇帝出生的时候 不是那个什么天降异象,什么有龙,还有什么什么的 这真的可信吗,对不对 然后你再比如说皇帝们会篡改一些历史 就不说后代修前朝的史书了 有的皇帝在位的时候就会篡改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所作所为 那么这些东西进了史书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皇帝是英明神武 那最典型的,李世民 他在世的时候就把玄武门之变的一切东西都给弄得面目全非 这就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记忆 那么在李世民的这个篡改过的玄武门之变的 版本里面太子李建成跟他的弟弟李元吉是阴谋早就想把李世民给弄死了 往死里去逼的 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忍痛 毅然决然的去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我为国家诸出奸贼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再比如说这个朱棣 他的这个所谓的静难之意 静难之意里面 他就怎么说来着 他就直接把这个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做了各种各样的美化 所以说这种史书的可信度他真的有那么高吗 他未必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刚才我是说当代的皇帝为了形成正确的历史记忆会篡改 还有一点 因为史书毕竟是历史学家修改的 很多历史学家 他有一种这样的概念叫preoccupied conception 叫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成见 那么他也是人啊 我们不能假定历史学家比普通人在道德上能够远远高出 对 我就说这句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可能不自觉的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为了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好的 然后去有选择性的去选择历史材料 那这里面啊 我就直接点个名吧 一个美籍汉学家叫尹佩霞 他起的中文名字 那么在他看来 宋徽宗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君主 宋朝时候 中国的女权已经到了一种还算不错的地步 而且宋徽宗啊 他为了让这个地方上老有所养 竟然还搞了什么养老院 搞了纪贫机构 哎呦 你看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只有近代社会才有 宋徽宗那个时候的中国就已经有了 这叫啥 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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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宋徽宗那真的是千古第一圣君啊 我觉得宋徽宗要在遥远的黑龙江知道这个 有这么一个人给他去说这样的东西当含笑九泉遗 但是历史根本不是这样的 宋徽宗想这么做 无非就是所谓的儒家之德化啊 这个养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孕于掌 然后在这样的思维之下他去搞了一系列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官办的东西就是为了面子为了浩大喜功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你看史书就会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就是个人回忆录 他的可靠性看起来比史书要高一点点 但是他的这种回忆录并不是最完美的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回忆录那已经是要出版 已经是要预测到这个是要传之后 是非常有可能在回忆录里面 把自己说的非常的高大上 把别人贬得一无是处 那典型的曼什坦因 二战时期德国名将曼什坦因 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失去的胜利 Lost Victory 你就看这里面 曼什坦因真的是 反正不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英明神武 别人的错 但是曼什坦因自己能力很强 但是这么写 你写多了 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问 你再比如说中途岛海战 有一个说法叫命运之五分钟 什么意思呢 日本的航空母舰 当时就差五分钟 能够把飞机给起飞了 结果这个时候美国的俯冲轰炸机来了 对吧 你再给我们五分钟 就是你去看那个冤天美金雄写的那个回忆录里面 航母甲板上已经满满当当排满了要出发的飞机 结果遭遇了美国鬼子 对吧 这是天灭日本联合舰队 这不怪我们南云中将 对 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在跟实物的照片或者当时的这种不畏留存而留下的资料面前就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中途岛海战的时候 第一美国的飞机拍摄的照片里面飞龙航航航航航航航的上面是没有飞机的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命运的五分钟还有五分钟航航航航航航都能起飞的话 那么美国的飞机是十点半当地时间完成了轰炸 那么飞龙号航空母舰如果说马上就能起飞飞机应该马上就去追过去 不 飞龙号的飞机是快十一点才起飞 你这怎么解释呢 对不对 所以说最可靠的是当时的一手资料 你不是为了这个什么 你不是为了去流传后世得来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研究琴律就一定绕不开这个睡虎地晕梦琴节 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叫喜的琴律 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琴节给带到坟里了 对不对 你再比如说这种地契啊 这些房屋租赁合同这些东西 他不是为了去流传后世去美化谁 他就是为了把事情给办成 那么这样的资料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反映当时的事实 所以说我们说去研究这个历史啊 去找证据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去找文献资料 但是文献资料找什么 那么一手的这种资料 对吧 就比回忆录靠谱 那回忆录当然比史书靠谱 这个可信度是分的一点点的这种极差的啊 那么当然这个是我过去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讲到的一点点东西啊 这个可能过于粗浅啊 但是您让我去贸然讲的话也就先讲这么多吧 那么献丑 谢谢诸位啊 那么行 今儿就聊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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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